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将会了解如何去上传节目 那节目在剪辑完成以后呢 你是需要对其进行发布的 从而那你才能让你的节目被更多的人收听到 那其实我们想要发布节目呢 有非常多的方法 在目前来说呢 在国内比较多的 而且呢相对比较简单的是 将你录制的播客上传到一些音频平台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将你的声音发布到这个世界上 让更多人来听到 那么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今天呢 我们就以喜马拉雅为例 来教大家如何将你的节目 上传到一个播客平台当中去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怎么上传一个播客节目 想要上传播客节目呢 首先你要访问喜马拉雅 在喜马拉雅当中呢 去注册一个账号 这里呢 我已经注册好了账号 所以呢 我就不再去注册账号了 注册完成账号以后 进行一些实名认证等一些基础操作以后 你就可以进行你的节目的一个创作了 那么在创作之前呢 我们先要了解喜马拉雅当中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其实录制的每一期节目 它都是一个音频对吧 那在喜马拉雅当中 它所对应的是节目 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可以去上传音频视频 或者是配图的音频 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播客来说呢 我们就是上传音频对吧 那除了节目以外 它有一个专辑 专辑呢 其实很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播客 那一个专辑呢 就等于是一个播客 你可以在这里面呢 去创建一个专辑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创建一个 播客入门的这样的一个播客 那我们要怎么操作 首先是我们回到喜马拉雅的首页 在喜马拉雅的首页当中呢 点击创作中心 在创作中心当中 我们找到左侧的节目 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择创建专辑 然后呢来填写信息 比如说 然后呢 喜马拉雅其实提供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功能 就是一秒制作封面 那对于一些比较纠结的同学来说 你可以直接使用它提供的功能 来去创建一个还可以的头图 对吧 那有了图片以后 你就可以设置你的类型了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去设置 比如说个人成长啊 商业财经啊 健康养生等等这些 那我们这里就选一个教育培训 毕竟播客入门它是个课程 对吧 然后呢 是有一个专辑的排序 那专辑的排序呢 其实会根据你的播客类型 会有所变动 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播客呢 是不断的在去更新的 那倒序的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的播客不断更新 每次我们的最新的播客 都会展示在最上面 但如果你的播客呢 是分一季一季的 对吧 我比如说第一季 我就要讲这几个主题 第二季 我讲那几个主题 讲完以后我就不讲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就比较选择适合选择使用正序 对 那我们这里能默认选择一个倒序就好了 然后是否公开呢 因为你是要发布给更多人听 所以这里就选择公开 然后并选择立即这个阅读 这个知识产权学义 当然那我建议你是在那个签之前 你要确认一下 看一下这里面 他会因为他会有很多很细节东西 这里呢 我就不再一一去跟大家去读了 完成以后呢 点击立即创建 你就创建出了一个新的专辑 在这里呢 你还可以去设置一些专辑的一些具体信息 可以让你的这个播客呢 能够更加的被容易搜索到 在喜马拉雅当中可以更容易被搜索到 你可以输入一些信息 比如说那我把这个字打错了 播客的播 好 然后你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信息 都填一下 然后包括下面的这样的一些标签啊等等 他都会有很多的信息 然后你把它们都填完 填完以后呢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专辑 我们回到这个我的作品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比如说有我已经发布的几个专辑 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在这里就只有一个专辑 对吧 然后我们有了专辑以后 我们点击左侧的上传节目 然后呢 点击上传音频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音频来上传了 那么这里呢 我在之前准备了一些我们课程录制时候的音频 然后比如说我们点击上传音频 然后找到我们的 音频文件 在这里 OK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音频文件以后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音频文件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 他就会进入到上传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传我们的 节目的标题 那我们的播客有了他自己的标题以外 我们还有节目的标题 我们就需要去填一下节目的标题 比如说节目的标题 这是一个节目的标题 以及你这颗节目的对应的一些show note 你都可以写在这个里面 这是show note 对吧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都写上去 甚至你可以根据时间轴来去定位你的精彩时刻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跟大家去讲 我们会在后面的内容 跟大家去一一介绍 好 然后你把这些信息填完以后呢 包括如果你要定时发布 你还可以设置一些定时发布 然后点击确认发布 那他就会去上传我们的节目 并进行走这样的一个发布流程 然后呢 他会有一个转码 包括审核的过程 当转码审核完成以后 我们的节目呢 就可以被别人所看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 我们先返回到专辑首页 这就是别人看到的 我的这个播客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他们如果打在喜马拉雅上 打开了我这个播客呢 看到的就是这个界面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去调整 这个界面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对吧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去上传我们的播客 你上传了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让所有人听到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播客呢 分享给别人 让别人呢 来去听这播客 好 那我们关于上传播客这部分呢 就介绍到这里 在下一节课呢 我将会去介绍如何 把你的播客发布到 苹果的播客客户端当中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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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